貝兒扭傷無得跑 出汗結冰好難搞 在北緯89度30分的巴尼盈地 冰天雪地沒有網絡 但就算無法發出新片靈賞 我們同記者阿芷 都全程用衛星電話直擊報道 準備了這麼久 終於來到沖線一刻 首名沖線是一個愛爾蘭人叫Jerry 他的時間是3小時049分鐘 這下興奮相信他們都感覺到了 尤其是Francis 他用了7小時02分鐘 成為第一個跑完北極馬拉松的香港人 沖線還忍不住大叫 食素的他說慶幸親身證明到 素食者跑得完馬拉松 要跑完一點都不容易 好像圍圍那樣就叫國放棄 整個北極馬拉松 最後完成者就是我們香港的選手 V藝人梁滅維 他用了11個小時 完成了42.195的全馬 有跑、有馬拉松 但他始終堅持到 圓圍整個賽事 但堅持說跑了10K的美女前主播貝爾 就頂不住了 他說跑道的兵面 跑得多脆弱了 就不時整隻腳插進去 要很大力才拉得上來 貝爾因為用錯力 整身盆骨 兼扭傷腳 弄得要停賽 其實應該是下半身都用不到 因為那個跑道 其實都有一尺厚的鬆雪 所以腳踩下去之後 其實需要一些力抽出來 其實在抽的時候 有些少許用錯力 或者怎樣扭傷 別說說女生 男士都辛苦 最慘是排汗問題 當地負28度 流汗馬上結冰 冰粒痴在皮膚上 體溫急降 要保溫 就要定時回入營 解開衣服 透透氣 兼掃走些冰 在香港選手中 跑得容易的公司主席 Crincy 還差點動身 他跑到第五個圈的時候 覺得手腳冰冷無知覺 要翻營 隨手套和鞋 用暖包保暖 休息半小時 又堅持再跑回 辛苦過後 他們可以體驗 大地在腳下的滋味 會踏足北緯90度頂點 之後阿子會回挪威浪衣一邊 趕快傳片回來 留意著我們極靚相 極正片 隨時為你直擊報導